第32题,乘上题,若继续加热时烧杯与室管的温度有50度C,继续上升至60度C,则这段期间室管内的容易会有何变化? 上一题告诉我们,温度达到50度C的时候,室管中的固体恰好完全溶解,所以就是所谓的饱和,而且刚好饱和,并没有多余的硝酸钾留下来,因此,当我们的温度继续上升的时候, 并不会多溶解更多的硝酸钾,因此选项A说,容易的浓度会增加是错的,因为我们就是溶解这么多的硝酸钾,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,所以浓度应该不变,选项A错误,选项B说,容易会产生沉淀也是错的,因为温度提高的时候,溶解度会增加,硝酸钾的溶解度会增加,那么所以它并不会有沉淀发生,它可以溶解更多的, 硝酸钾,所以选项B是错的,选项C说,容易的溶解度增加是对的,因为硝酸钾温度越高的时候,溶解度会越高,所以从50度升到60度,溶解度会增加,选项C是对的,选项猪说,容易会达到饱和状态是错的,我在50度C的时候,刚刚好饱和,升到60度C, 我的溶解度会增加,但是因为它是50度是恰好饱和,并没有多余的硝酸钾留下来,所以它并不会再多溶解更多的硝酸钾,因此变成溶得不够多,达到是未饱和的状态,所以选项猪是错的, 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,则这段期间饰管内的容易会有何变化?我们答案选的是C,容易的溶解度会增加